在马来西亚亚币,八个月大的亚妮莎 在今年五月因肺炎入院治疗 没想到被检查出罹患先天心漏症 必须进行动孔修复手术 这个小女孩亚妮莎检查过后就发现到心脏流孔 而且是蛮大的一个心脏流孔 就是没有经过动手术的话 通常这种的小孩子都不能够自己好好的呼吸 如果长期需要机器的帮忙的话 很大可能有的时候会有细菌感染 可能都不能够活了 亚妮莎的父母接来自低收入阶层 突然而来的庞大医疗费叫他们担心不已 我认为我们没有帮助检查出罹患 我们没有帮助检查出罹患 我们也没有帮助检查出罹患 我认为我们能帮助检查出罹患 亚妮莎接获医院的提报后 不仅援助亚妮莎医疗费 更协助安排亚妮莎到吉隆坡医院就医 期间志工艾的陪伴不停歇 三个月后亚妮莎展现生命任力 在众医护人员的努力下终于出院回家 第一次我们看他 我可以用那个奄奄一席来形容 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的爱心 把一个这样子的小小的生命 把他救过来这样子 他可以还是不能够正常的生活 但最底线就是他可以 我们可以听到他那个所谓的哭声这样子 非常感动 出院当天志工将亚妮莎与父母 再到慈激亚妮会所 给亚妮莎来个小小庆生 祝福重生的生命再满力量 医护人员与志工无私的爱 像一盏明灯 照亮了亚妮莎的生命 更温暖了亚妮莎父母的心 大约新闻杨秋凤 马来西亚雅壁报道